后脚响起 美加墨三有峰会登场 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多 隆重迎接拜登和杜鲁道 美加领导人夫妇来做客 画面看起来一片和谐 但三国要合作 近来真的摩擦很多 形容就属移民和毒品问题最棘手 拜登推给共和党卡移民法 美墨边境近来最高峰 一天涌入两千名非法移民 华府已经下令 美照规定现在母国申请就入境者 将立即遭到遣返 拜登的移民政策 让他在国内国外两面不是人 北美峰会场外聚集抗议人潮 对拜登高喊 不要将移民驱逐出境 拜登希望墨西哥帮忙挡下人流 但墨西哥总统当面却这样开口 拜登恐怕更是骑虎难下 更何况边境还有毒品分泰米问题 他也要指望南边邻居 协助打击走私犯罪 若争议难题 先放一旁 这次峰会或许能看看 经济整合这一题会不会有收获 拜登想要分散亚洲半导体 供应列产能 强化美洲相关产业 但偏偏墨西哥 又因为能源政策开倒车 优先支持石油企业 偏袒当地国营事业 影响外资发电厂 惹得美家两强不高兴 北美三有 想组队打去经济战 内部矛盾得先设个停损 靖新闻无论 江振兴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靖好新闻 靖好新闻 今天 计诺恶行